大家好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是陡羅大陸3D魂屍對決 那旭哥今天來分享最新的這個 限時禮包碼給大家 那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關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呢 就是由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在這個 旭哥手遊攻略這個 首頁這邊 然後呢 昨天啊就是有上傳一部就是 目前總共有15組 虛哥有非常過的 那是因為限時禮包碼 所以大家趕快使用 有些可能就是 盡快使用 那有些用過就不能再使用了 或是他有奇效限制 那總共目前有非常過15組 昨天有最新在新增3組 那在旭哥頻道呢 就是有攻略觸體驗 有馬無馬 旭哥都分享給大家 那在這個 首頁呢 這邊有旭哥手遊攻略的 陡羅大陸專區 那之前15組 有新的3組 加上這12組 那今天又分享2組 所以總共應該加起來會有17組 所以是非常多的禮包嘛 那大家可以一個一個去試 那去各位幫大家實測 今天這個應該是可以使用 昨天的3組也可以使用 好 那其他像是T0神角推薦啊 T0風耀天的這個魂技配置 然後T0風耀天的實戰超神啊 這個T0神角鬼魅的實戰 然後自選SSR 蠻多都是新的攻略影片 那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看 還有這T0神角的 這個一些技能天法 能力配置 毒爆隊 燃燒隊 火毒隊 超平民毒隊 還有必練的上修角色 這樣子 戰力提升啊 未來隊伍角色配置 好 昨天這個 15組禮包嘛 這樣 好 就是 詳細的跟大家解說一下 好吧 那怎麼對話呢 一樣就是有兩種方式 你就是可以點左上角人頭 再點左下角的用戶中心 然後滑到最下面就是按禮包碼兌換 就可以輸入了 或是說你直接點右邊的這個球 然後點這個右上角的禮包碼兌換 兩種方式都可以使用 那都可以輸入 好 那一樣 我們來輸入了 今天的第一組是SSR 就直接是SSR 好簡單啊 然後一樣在輸入這個就是驗證嘛 然後就可以兌換了 兌換成功 那我們之後輸入下一組 這個 下一組 下一組是中文的 冰火 然後 兩遺眼 遺眼 遺器的遺 眼睛的眼 冰火兩遺眼 好那就可以按兌換就可以輸入了 這個驗證嗎 可能有錯 變證嗎 變證嗎 好 對換成功了 冰火兩遺眼 就這兩組 那昨天有分享過三組嗎 看要不要幫大家 幫大家複習一下好了 幫大家複習一下 那我就 因為驅客已經領過我就不再領了 應該是不能再領了 就是昨天分享的是這個七寶 然後 琉璃塔 幫大家複習一下 昨天分享了三 七寶琉璃塔這個是一組 然後還有就是浩天錘 反正既然都錄了就幫大家複習一下吧 反正既然都錄了就幫大家複習一下吧 浩天錘 那昨天沒有看的話就是 就是可以看這個 然後 摟骨兔一樣都是要輸入那個驗證碼去兌換 那因為我 虛哥昨天就已經兌換過 所以我就不再輸入驗證碼 摟骨兔 就是這三組 昨天有分享了 那 昨天有用的話就是 今天就用最新的 然後昨天沒有用的話看這一集還是可以輸入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驗證碼輸入 應該 昨天換過應該就不能再換 虛哥來試試看 看能不能再換 摟骨兔 對啊 他換過就不能再換 他選領取次數過多 就只能領一次而已 之前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設置這個 所以就是可以領很多次這樣 那現在都變成只能領一次 好 就是這樣 所以總共五組加上之前分享十二組 總共虛哥有分享十七組 我去玩一下這個世界探險 今天來尋寶一下好了 我世界探險好像都沒什麼時間玩 現在來玩一下好了 今天來找寶箱 我寶箱只找到兩個而已 要找一下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 有看到在這個 袋幕白旁邊有一個寶箱 好 找到第三個了 草藥箱 他為什麼跳 跳出去 為什麼進入戰鬥 反正這個應該 請他吃香腸 會找到你的弱點 火焰 小武修人生 虛哥是用這個火毒隊啊 所以就是 還算不錯用啦 那火毒隊虛哥的攻略也有介紹這樣 好 在水邊有一個 大家可以在水邊找這個寶箱 可以賺這個可以賺蠻多轉蛋捲 我們來找寶箱 這邊有一個 在泰坦巨獸旁邊 在泰坦巨獸旁邊 所以 已經找到五個了 差一個 虛哥還差一個 就湊洗了 這邊好像沒有 香腸車這邊好像找過 水邊 有差一個 差一個 怎麼會差一個 一個還藏在哪裡 給他把它找出來 這 尋寶這其實蠻好玩的 會不會藏在這邊 水邊應該要找過 這邊 藏在這邊 藏在泰坦巨獸的後面 所以他這個藏在他的屁股這邊 最後一個藏在他的屁股這邊 就是 找到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今天 旭哥這個 這邊玩了一下這個找寶箱分享給大家 好 那 禮包馬 最新的五組 分享給大家 剛剛兩組 昨天三組 總共五組 所以總共分享了17組禮包馬 那記得訂閱頻道 水關 旭哥手遊攻略 禮包馬 獨家最新 那躲落大陸的專區 大家也可以去看攻略 我們下次見了